丁守中民调领先 蓝绿议员两样勤 苹果委托世新大学民调显示 台北市长选战目前也蓝营丁守中暂时领先 对此民进党议员梁文杰认为 这份民调跟先前的美丽岛电子报 联合报 以及趋势民调结果相近 不过绿营跟柯文哲分裂后 国民党和泛兰支持度回流 让丁守中看好度往上爬 未来蓝绿归队 柯文哲的支持度会逐步下降 姚文志的支持度会上升 绿营议员许淑华则说 目前民进党正处于疗伤期 只要整合前副总统吕秀莲及柯文哲的支持者 相信民进党还是有机会跟丁守中一较高下 尤其有近三成民众未表态 代表民进党仍有机会 国民党市议员陈永德认为 这份民调显见难以选民以归队 不过因为柯有执政优势 因此选战还是会锁定柯文哲 民进党的策略是不希望国民党赢得选举 最后绿营可能操作 气窑保科杀丁策略 到时候绿军可能只有场上的候选人真打球 有一半绿军打假球 蓝营议员徐鸿廷则说 柯文哲在三组候选人中 已经无法获得绝对优势 目前情况对丁守中有利 泛蓝选情也比上届好很多 柯文哲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言论 确实对选情有帮助 但国民党也要思考 有什么价值会让泛蓝选民 转向支持柯文哲 苹果欢庆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市途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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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